我想還是要先回應剛剛李議員的指教 假如說李議員那麼關心高雄的建設 那為什麼國民黨的立院黨團 在立法院確實反對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呢 那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就以高雄來講 我們講不要講這些重大建設 就是陸平專案就補助了12億元 假如中央沒有支持 跟中央以合作代替對抗 怎麼樣讓我們的高雄 能夠在這一波的 全球產業供應鏈轉型的過程裡面 一方面跟中央合作 那二方面我們也解決企業廠商的問題 來全面發展經濟呢 中央政府在民進黨執政之後 包括我們用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的預算 捷運就補助了1400億 計畫的核定就是我在擔任副院長的時候 來核定這個計畫 橋頭科學院區中央政府也補助了 將近在橋頭科學院區準備 運用我們的科巴基金的預算 要投資400億 更不用說大領埔總共的預算的規模 大概1400億 中央補助我們高雄市的預算 達到589億 前鎮魚港來發展我們遠洋的漁業 也總共在我行政院也跟蘇院長跟農委會 我們共同聽了專案的報告 我們都聽了五次 我們把計畫的規模 從原來的40億又增加到50億 希望能夠成為一個兼具觀光 跟我們遠洋漁業的母港基地 我想 蔡英文總統執政之後 不管是對中央 對於我們高雄建設的補助 對高雄未來成為南台灣 整個產業經濟發展的龍頭 具有堅定的一個承諾 我就是來執行中央 對高雄堅定承諾的候選人 我想高雄已經浪費了兩年的時間 也空轉了兩年的時間 每一次假如說我回到高雄 經過五福橋的時候 我看到了我們亞洲新灣區 沒有任何進展 也聽不到任何的好消息 很多的高雄人都跟我一樣 真的是很可惜 為什麼這裡不加快腳步來解決這些問題呢 同樣的我在行政院 我每天幾乎在解決各縣市 在台商回台等等 這些投資方案裡面 碰到的這些大大小小的問題 我都心裡一直掛念的高雄 各縣市的招商一直拼命的往前衝 我們解決了南科山崎的土地 那也增加了很多的這些工業區 來解決企業的問題 但是其他的縣市招商成績上來 我最掛念的還是高雄 我們趕都來不及了 怎麼有時間在這裡停頓空轉呢 所以我三天兩頭就找科技部跟內政部 來協商整個橋頭科學園區 我希望說能夠加快腳步 在明年年底就能夠選地建廠 讓我們的橋頭科學園區 能夠帶動產業的轉型 讓我們的產業轉型 城市變成一個高科技的城市 能夠美夢成真 我想這一次回來參加市長的補選 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新市長他的任期其實只有兩年 所以新市長必須用兩年的時間 把四年的市政建設把它追回來 前些日我到高雄各地 不管是跟市民朋友拜訪 他們都告訴我 你的選情大家看好 但是投票率可能會很低 新市長背後假如沒有足夠的民意基礎 我相信未來在議會 藍白合作的架構下 推動市政一定會碰上很大的阻力 高雄人一年投三次 我想我跟很多的年輕朋友一樣 我們坐高鐵回來很辛苦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香港現在不能選舉 台灣其他地方沒有選舉 全台灣全世界人都在看高雄市長的補選 是不是有新市長有新民意 能夠推動高雄的建設 我承諾我帶領的市府團隊 未來一定不分黨派 在地優先專業優先用人為台 只有高雄隊沒有賣團隊 我服務的市民也是同樣的道理 我不會區分黨派 顏色 一視同仁 不管你過去有沒有投票給我 不管是藍的 是綠的 只要在我們高雄生活 全部都是高雄市民 高雄是我們大家共同的家園 有人嘲諷我 一選再選 也有人說我選高雄市長 像一場苦戀 我必須講 這一路走來 真的像極了愛情 8月15號 我要拜託大家 踴躍投票 出門投下神聖的一票 讓我們用選票來決定我們的未來 拜託大家 謝謝大家 請威政獲勤人 請威政獲勤人 請威政獲勤人